顾兮兮是我的妻子 我不允许任何人 为了任何目的去伤害她 公众号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出了问题为什么不告诉我 顾兮兮你现在做这些 根本就不合时宜 网友要看的不是这个 所以说他们骂我诬陷 我就该忍之是吗 这件事情我没有做错 我就要把真相告诉他们 是 你是没有做错 但你现在做这些 只会引起他们的抵触情绪 现在最好的就是 等事情的热度降下去 你再出一份简洁明了的报告 澄清事实 李思辰 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你身上 你会这么做吗 我当然会这么做 因为这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 你现在需要的是理智 不是情绪化 所以说 我们从一开始 就不是一路人 顾兮兮 你看不出来 我是想帮你吗 那天在舞会上 舞会的事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现在我要工作 你可以走了吗 我不是过来找她解释的吗 不 还是让他好好休息吧 居然还在恢复 我的人你也敢骂 看来真的跟以思辰说的那样不能硬碰硬了 得先冷静下来才行 人间宾美事 这个人谁啊 回怼了这么多人 还有人帮我说话 不会我也有脑残粉吧 你好 谢谢你 顾兮兮你胆子肥了 居然又也不归宿 你怎么来了 这句话是我先问吧 顾兮兮 你一晚上不回来 是不是忘了自己是已婚人士的身份了 领总 我们又见面了 莫总很闲吧 天天在这里晃 我想领总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我跟西西一直在讨论这件事情的对策 她有一些想法 彼此交流一下 顾兮兮身份有我就已经够了 顾兮兮身份有我就已经够了 顾兮兮 不劳莫总费心 我是兮兮的朋友 又是这家店的股东 理所应当关心这家店的情况 顾兮兮 我也要做你店的股东 这是我的店 我是你老公 我 不 领总 这里不是歪墨 也不是你们家的家务士 我希望你可以尊重一下 CC品牌店的店主 不好意思啊 你们 还没喝好吗 还没吃早饭呢吧 我请客 没想到你会过来 我之前给你打过好几个电话 但是你都没有钱 听说最近因为那篇文章的事 你的公众号被不少人网络暴流 这个事啊 你放心吧 我没什么事的 不用担心我 那点小事 难不当我的 我想说的是 那篇文章是关于顾兮兮的 她最近也因为这件事情 遭受了很多的谩骂和攻击 你说的是兮兮啊 我也没想到会是这样 我本来也是好意 想要帮兮兮扩展一下知名度 但没有想到 反而给她带来了伤害 是啊 我也没想到 人可以变得这么可怕 许位 那篇文章我也看过了 她对于CC的描述 很有问题 顾兮兮兮经验尚浅看不出来 但你 不应该犯这样的错 我承认我有疏忽 但那段时间我真的太忙了 所以我就把那个文稿 交给了手下人去看 是他们太不用心了 你放心 这件事情我会来处理的 如果兮兮那边有任何 需要帮忙的地方 可以随时找我 她那边有什么问题 还有我在 不用你费心了 兮兮 你是我的朋友 你遇到任何问题 我都会不遗余力地去帮我 去维护你所付出的努力 和辛苦换来的成就 但是 有些事情我不追究 不代表我看不到 顾兮兮是我的妻子 我不允许任何人 为了任何目的去伤害她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你觉得整件事情是我策划的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也看到了 自从这件事情出来以后 我一直都表明 我要站在顾兮兮的这边 我的话没有任何意思 我也没有恶意地去揣测任何人 只是有些事情我希望 到此为止 思辰 你以前从来都不会这么跟我说话的 是顾兮兮她跟你说了些什么吗 我从小到大跟你在一起这么多年 我是什么样的人你不了解吗 正是因为这么多年 我才格外珍惜我们之间这段友谊 我不希望她毁在我们自己手里 有些事情适可而止 公司还有事 就先走了 你慢慢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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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